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免有些令人失望 想必各家球迷对自家俱乐部也有不少意见 如此相似的平局 如此相同的比分 也让网友调侃 是不是约好了护桥白卷 观赦快乐足球的理念 快乐足球无时不在 不过无关这样的赛事 快乐起来可不是什么好事 明天还有相当精彩的对决 蓝月亮曼城客场挑战的假球队沙尔克林斯 老夫人邮恩图斯远赴西班牙对战马德里竞技 同样是首回合 前一日两场平局的比赛 也给这四支球队勤了醒 即使你在强大 也不能掉以轻心 每支球队在面力淘汰赛阶段的比赛 都是有机会晋级下一轮的 不过 曼城相对来说 你下比赛的机会相当大 本赛季的曼城在英超赛场展现了无可比拟的进攻 其实四立进球恐怖至极 在欧冠小组三上也有16球紧张 在瓜迪奥拉的调教下 曼城对足球的掌控变得更强了 地面进攻有声要色 对内可以得分的球员 让曼城要足够的底气 在欧冠立足 数据对比下 沙尔克林斯的六立进球相比曼城要逊色不少 即便是在竹场 想要在曼城身上拿到首回合的胜利 那也要好好琢磨 相比曼城的数据碾压 尤文图斯和马德里竞技的比赛 就不能用数据对比来 简单比较了 马进方面 刚刚完成竹教练西蒙尼的续约 马进的战术得以稳定执行 球员也能够用更好的状态来应对这场比赛 在各自的联赛方面 马进和尤文在最近一轮的比赛中都赢得了胜利 导致竞技状态不是太难的事情 两支队伍本没有太多话题 但因为一个球员而变得引人注意 塞罗在离开了西甲之后 还是不得已面对西甲球队 不过 塞罗之前在黄马的时候 对着马进有一定的底气 毕竟在两次欧幻的决赛中 保持对马进的双杀 不知道马进有没有塞罗恐惧症 官方给出的数据中 欧幻淘汰赛历史射手榜 塞罗以60例进球老式群秀 领先第二点没心20个 想必塞罗在本场比赛不会放过继续教训老对手的机会 熟悉的节奏 熟悉的朋友 希望明天的比赛能够激情自射 家的乐都会儿 என感对 2016刷发行免 屏心面 还有冥像 こ mús Wer拉斯法也是熟悉 的 挺好于意图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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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